小的时候我是五岁开始打球 也是受主要是我妈对乒乓球有点业余爱好 她觉得想让我有点一技之长 开始也没想打乒乓球 我开始选择的是花样滑冰 因为在哈尔滨那种冰雪的天气 花样滑冰我妈觉得是挺美的一种 像是一种艺术 不过后来我不是很喜欢她 觉得特枯燥 因为每天都需要跑步 我还没有上冰的时候就开始哭 天天哭 最后没办法选择打乒乓球 五岁其实也不是很懂 就是觉得打球是一种娱乐 就除了就玩 天天就玩 后来慢慢时间长时间长了 就是自己上学了 开始每天就是比较枯燥的 白天上一天课 晚上回来就打球训练 练到九点以后 然后再吃饭做功课 然后第二天重复 就是每天都是同样的生活 每天都是这样 后来觉得可能觉得有点累吧 但是那么小的可能也不太懂 就觉得童年那种玩的那种娱乐的时光没有 我七八岁吧 可能就是有全市的那种比赛了 就是同年龄的 一打就打了个冠军 然后就觉得特别有信心了 像是家里教练 不然我就觉得我对我期望挺高的 然后就全市 然后慢慢就全省 小学生比赛或者是全市 什么各个就这种小孩同龄组的比赛 就基本上都能拿第一 每次打就基本上能拿第一 就是一开始 没想到我会被录取 也没想就是说 从事专业这个生涯 就是想锻炼锻炼身体 然后后来就是我爸我妈在家早上挺早还没有起床的 就接到一个电话 当时是生体校的主教练胡树军 本主教练 给我爸妈打电话 就说你的孩子被生体校录取了 说你什么时候来报道 当时父母觉得挺不可思议的 就怎么会突然就被录取了 就也不明白 然后后来因为之前打过一个全省的比赛 可能就被就被看中了 然后说开始觉得不相信 说你是不是打错了 说你怎么小孩那么小 还说你是丰田为假 他说是 他说那就对了 那就是你 11岁就参加那种 就是属于体育中专了 那确实是挺小的 就年龄不够 最后破格就被录取了 就一直跟着比我大两三岁的队员在一起 从小就一直跟着大队员在一起 98年就被那个黑龙江绳体育队就更专业一层的录取了 直到2002年进入国家队 那个是2005年吧 对那会是2005年去日本就开始打绝乐部了 因为觉得随着年龄的增大再往上冲 那个机会不是很多了 毕竟身体又不是很好 因为那会在国家队生活压力很大 然后包括有几次往上打的机会也是没把握住 所以对自己打击挺大的 包括那会我父亲又去世啊什么的 这种心理压力挺大的 后来不过国家队对我还是不错的时候 给我一个多月啊调整啊什么的 这期间就身体基本上就调养好了 也没有什么大碍了 后来就有一个机会就是出国去日本打球 后来我就接受了这个机会我就去世吧 我那会儿上面一队有很多人 包括那会儿也是张一宁王楠 他们也是一直他们都是占据的这个主要的位置 所以说想在中国队打出来真的就特别难 我觉得想打世界冠军 但是从现实角度就觉得基本上没有太大的机会 那会儿到日本只能打那个日本国内的比赛 世界比赛基本上不可能 因为那会儿做这个选择的时候也挺矛盾的 因为做出这个选择就意味着 你跟世界的舞台就要擦肩而过了 就是这种玩意 所以最后还是比较接受现实的去国外 人都说我运气命运什么机会挺好 碰到刘岛他当时就是问我想想 来新加坡打球 当时也考虑是新加坡来发展的空间会比较大一点 然后参加国际比赛奥运会啊什么的 当时也没有犹豫就马上就觉得机会终于来了 来了以后 因为刘岛就是因为我刚来刘岛就跟我说 就说你想不想打奥运会 我说那肯定想打奥运会啊 但是他说你想打奥运会 因为这个就是奥运会是一趟快车 你先就是说没有人能等你 你必须自己拼命追上去 你拼命赶上去 你才有可能参加这次奥运会 当时我就说行 所以说我会努力 我会尽力 当时是我刚到新加坡的时候 他就第一次找我谈话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了一个这样 所以我感觉我的思想 就不是说当初那种看着来 觉得看能不能参加比赛什么 当时就一下子就紧起来了 就觉得我要参加这次奥运会 因为他说那会儿他是说 08年奥运会 因为时间只有一年半 只有一年半 我觉得他刚开始跟我说 是有点逗我 就有点开玩笑 我有点不太相信 我能就是还有一年半的时间 我自己能够打奥运会 因为那会儿最公民 刚去公民还是一个问题 事业排名没有 你凭什么去打奥运会 因为之前他们的成绩还那么好 后来就是去了以后 就是刘岛一直就抓我训练啊 什么打了几次公开赛吧 打了慢慢从73到41到26到20到12到现在第9 经过这么六次的这个阶段 一直到现在 可能从第一次参加公开赛时间是5月份吧 到今年的现在一年几个月吧 这几个阶段 就还是觉得涨的 排名涨的就算是比较快的那种 这一段旅三天 就像是水平 然后大家 就像在我们的冒险 那边